他们走了五天,这五天来,顾熙居然都能安排得好好的,白天赶路,晚上每次都能遇上客栈,甚至有三次他都能够提前告知客栈的火房炖了补品给他喝。 一路上,白李小生换回了女装,并没有发现自己的话多了起来,却发现顾熙的话少了。 这一日,行走在一座热闹的郡城,恰好黄昏。 顾熙把白李小生安顿在客栈,对他说,"这座城市很热闹,不少夜市,你要是无聊,晚饭后可以出去逛逛。 你要去哪儿?"白李小生直觉他有事。 生意上的事,刚好路过去谈谈。 顾熙淡淡说道,"白李小生却惊得目瞪口呆。 你,你,你还做生意? 顾熙却很平静。 我这里有两个钱庄,出了点事情,可能明早会晚点回来,你可以多睡一会儿,我回来再叫你。 钱庄?" 白李小生喃喃自语,正还要问顾熙却早就不见了。 这一家伙不一直都是侍卫吗? 他哪里来的钱庄啊? 他只听过上头主子赏金银财宝的,还没听说过会直接赏钱庄的呀。 其实别说白李小生了,就连子晴对顾熙都不了解,了解他最多的应该是君不离。 这十年来,顾熙虽然为侍卫,拿的却还是雇佣兵的酬劳。 加上他经营有道,如今商铺遍布大洲,钱庄更是有好几座。 顾熙向来低调,但是朝中任何大臣都未必比他富有。 而且这些年来在武林中,他也是小有名气的,可以说是黑白两道,官场商场都吃得开。 其实,皇帝身边任何一个下属,就算是个小太监,都能仗势混得风生水起。 只是顾熙却极少借助皇室的势力,更多的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,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。 如果说君不离,生来就拥有一切,可以称之为命运。 那么顾熙生来一无所有,成长到现在如今低调沉稳的男人,那便可以称之为生命力。 白礼小生琢磨了半晌,便偷偷跟了出去。 待在客栈里多无聊啊,逛夜市什么的也不是他的菜,他比较好奇顾熙这家伙谈生意的样子。 白礼小生的武功没有顾熙好,但是,跟踪人找人的本事却是自小练出来的。 要知道,他师父都未必能发现被他跟踪了呢。 浩月当空,一间大宅子里客堂灯火通明,白礼小生就在屋顶上,隐约听到顾熙和几个男女谈论的似乎不是什么生意上的事,而是江湖上的门派之争。 乖乖,难不成他要混黑的? 白礼小生瞬间觉得自己要重建毒窟,果然是找对人了。 毒窟不黑,天下还有什么帮派是黑的呢? 他心上大喜,小心翼翼想揭开屋顶的瓦片看个究竟,谁知就是这个动作让他暴露的,而发现他的不是别人,正是顾熙本人。 什么人? 立正说吧,顾熙已经窜上屋顶,同时屋内两男两女也紧随而来,一下子把白礼小生包围住了。 只是,当顾熙看到白礼小生的时候,瞬间就傻眼了。 你? 让他不可思议地,不仅仅是白礼小生会出现在这儿,更是白礼小生跟踪他,他居然没有发现。 顾熙,这丫头骗子你认识。 一个独眼男子冷冷问道。 顾熙点了点头,想让白礼小生回去,独眼男子却冷不定冲过去。 不要伤他,顾熙大喊。 独眼男子误以为这个他是他,一边拔刀朝白礼小生看去,一边冷哼。 顾熙,江湖规矩你不是不懂,今晚上的事情被他知道了,他就该死。 然而,他刀还没有落下,手变麻了。 刀光朗一声,掉在屋顶上。 啊,我的手,你,臭丫头,把解药浇出来。 独眼男子倒是有点见识,知道白礼小生下毒。 白礼小生懒得离他,把解药丢给顾熙说。 我就是路过而已,我什么也没听到,你们放心吧。 说吧,他便要走,他自小就是道上混的,当然知晓规矩,不希望顾熙为难,因为他坏了名声。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,一个妖艳的女人居然哈哈笑起来。 哈哈哈哈,顾熙,你可别告诉我们,这丫头骗子是你相好啊。 一听这话,白礼小生夹人止步,一时间脑袋都有些空了。 相好?什么跟什么这是? 然而,他意想不到的是,顾熙居然承认了,而且他非常从容淡定地承认。 对,我的女人,南照都哭哭哭主。 这话一出,别说是白礼小生,那两男两女也都震惊了。 女人?哈哈哈哈,这个丑八怪也称得上是女人。 啊?顾熙,你开什么玩笑? 妖艳的女子看似大笑,可眼底的度议和不屑可藏不住。 白礼小生缓缓转个身来。 如果他没有记错,这帮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叫他丫头骗子了。 当然,他更感兴趣的是丑八怪这三个字。 丑了那么久,还没人这么叫过他呢。 那怎样,才称得上是女人呢? 白礼小生的声音突然沉下来,浑身上下散发出令人恐惧的冷邪之气。 健壮,妖艳的女子被吓到了。 你,你,你真是独哭哭主? 我问你,怎样才称得上是女人? 白礼小生又问,妖艳女子一时间说不出话了,朝姑息看去,分明是求救。 男兆独哭虽然已经灭了,但是江湖上的人至今也都忌惮着呀。 不说? 白礼小生挑眉冷笑,哪里还有丫头骗子的模样,简直是个女魔头。 我,我不是说你,我,我,我说错了,我说错了,我有眼不识太深,你大人不计小人给我,饶了我吧。 妖艳之女连连求饶。 行走江湖久了,不用动手,一言一行,一笑一贫,都可以看出对方的能耐和底气来。 这女人都求饶了,可惜,她撞进了有仇必报的白礼小生。 白礼小生也不说话,冷笑着走过去,吓得女人连忙躲到顾西身后,双手拉住顾西的腰。 顾西正要比开,谁知瞬间而已,那女人的双手,竟全部溃烂了。 女人尖锐打叫,都顾不上双手溃烂,转身不要命的不好,而一旁散人看了,也全都是毛骨悚然。 刚刚顾西说的丫头是她女人,她们打心底不屑,也不相信,可如今,她们全都信了。 这么厉害的丫头,如果配不上顾西,还有谁能配得上呢? 顾西看似温和,实际上也是个狠角色。 只是相较于白礼小生的锋芒毕露,她狠得优雅一些。 见妖艺女子桃远,她轻轻叹了口气,随手把解药丢给刚刚的独眼男子。 过去把她杀了,留活口就不好了。 独眼男子微愣,却也急急拾起解药服用,很快会追了上去。 白礼小生原本以为顾西会训她一顿,却没有想到她是这种反应。 这家伙可真有趣。 一旁没有插手的一男一女非常识趣,联盟邀白礼小生进屋。 聊了之后,白礼小生才知晓,顾西确实是来谈生意的,不过谈的是江湖上杀人越货的买卖。 而之所以灭了那妖艳女子,并非为她出气,纯粹是不想被说不守江湖规矩,毁了自己在江湖上的信誉。 白礼小生对江湖兴趣却缺,听着听着,便窝在一旁睡着了。 独眼人回来了,她都不知道。 等白礼小生醒来的时候,发现自己睡在客栈的床上,很香的早饭就摆在不远的桌上。 白礼小生有些吃惊,在妖王府里,她安心睡着不留防备,那无可厚非。 毕竟,妖王府可不是随便人进得了的。 只是昨晚那样的环境下,她居然也睡得不兴人时。 这未免,也太信任顾西了吧。 白礼小生都被自己吓到了,吃了几口早饭,她就出门,只见顾西已经在马车上等她。 只是不同于以往,这一回,她把车帘掀了起来,目光落在车里,无疑,她在看着十辆。 这一路上,十辆一直藏在车里,跟他们同行。 此时有什么好看的? 白礼小生走近随口问道。 顾西却避而不答。 可以走了吗? 白礼小生狐疑着,她也不追问跳上马车。 这一路上,白礼小生有好几次都想好好问问一问顾西,昨天晚上那一句骗人的我的女人,是不是太夸张了? 只是终究还是没有问出口。 这一路上,从北到南,白礼小生也见识了不少顾西的本事,突然有一种捡到宝的感觉。 有顾西在,相信毒窟很快就会重建起来的。 如今大家各问东西,司徒健儿和孟朵儿回了西京,顾西和白礼小生回了南兆,白礼伟生则是至今杳无音信。 君不离又不来,如今的药王府真是冷冷清清的。 如果不是曾经热闹过也就罢了,可是热闹之后才是冷清。 别说是子晴,就连红衣等人也都心里落差极大。 如果不是白礼小生讨人,子晴估计是不会放顾西走的。 十几天一晃而过,很快就到了小公主的满月日,也是子晴坐月子期满的时候。 幸好君北月陪着,要不以她和君不离闹成那样的心情,估计都会影响到身子骨的恢复了。 满月当日竟还不见君不离出现,老人言,生了儿子,就要做好送给媳妇的准备,如今看来,还真是实践验证出来的。 子晴心有些冷了,她也不想再等了。 横竖过几天她就和君北月去墨北行公主,等那天高兴了,想回来再回来。 本该喜庆的日子,可整个药王府却冷冷清清。 红衣看着肝着急,直言说道,主子,皇上是皇上,小公主是小公主。 总不能皇上让你不高兴了,你拿小公主出气吧。 我有吗? 子晴醋眉。 那小公主得过满月呢,你怎么不给过? 红衣再问。 他父皇去置办了,大家都不在,热闹也没意思。 一会儿你去请我爹过来,把影子也叫过来,大家一起吃个饭。 子晴当然不会亏待女儿,只是他有热闹的心,也热闹不起来了。 如果是皇亲贵族大臣王公们来祝贺,那不如免了。 他见不惯那些八家讨好的嘴脸。 一听这话,红衣才放心,立马应声领念而去。 子晴将小公主养在摇篮里,轻轻摇晃着,看着他那一双贼兮兮的眼睛,便不自觉想起他哥哥小时候。 这兄妹俩,可是行似,神也似。 长大了,你会不会像你哥哥那样,心事都不告诉妈咪了呢? 子晴很认真地问道。 小公主哪里知道他在说些什么,还以为在抖他玩,笑得哥哥的。 你呀,比你哥哥还爱笑,过几年,保不住比他还皮呢。 不过我可告诉你,你是姑娘家,不许那么野,知道吗? 你哥哥小时候在独兽世界都野上天了,四大独兽都怕他了呢。 子晴说着说着,忍不住笑了起来,可眼底却有些湿润了。 明明儿子就在身旁,可他为什么却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呢? 仿佛他的熊小宝离开他去了远方,很久很久都不回来了。 小公主什么也不懂,看着子晴笑,便也哥哥地笑得更欢快乐,就像是个快乐的小天使,无忧无虑的。 看着小公主,子晴忍不住思考起另一个问题,她对孩子的教育。 其实说到教育,除了在独兽世界那几年外,她对熊小宝还真没怎么教育,太忙了,成日的奔波,最重要的十年有缺席,想来心中确实有愧。 你说妈咪要不要让一步呢? 妈咪是不是管太多了? 可是,很没面子啊。 子晴自言自语,又像在问小公主。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,婢女却匆匆忙忙地从外头快步进来。 红衣眼急,立马上前低声训斥。 晃晃晃晃的,穿何地统? 姑姑,皇上她,皇上她。 一听皇上二字,子晴便转过头来没问,可聚焦在婢女身上的目光却硕闪起来。 说呀! 红衣也惊了,积极催促,小柱子从宫里派人来制备家宴,就在百花园那边,饭菜没酒,全都上齐了,说是,说是请主子和小公主过去。 婢女欣喜地说道,子晴的魔光一下子亮了,她知道,这是儿子让步了。 她二话不说,抱着小公主就往百花园里走。 来到百花园的时候,远远看到君北月他们早就到了,不知道和君不离交谈什么,父子俩都微微锁着眉头。 子晴是激动的,可是远远看到这个场景,她便缓缓放慢了脚步,也平静了下心情。 查觉到子晴走过去,君北月和君不离都转头朝她看来。 君北月笑了笑,其实来抱小公主,而君不离的视线也都落在小公主的身上。 也不知道是无视了子晴,还是忘记了之前的不愉快,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 子晴吹了吹眼角,也没多说什么,便入座了。 婢女正要摆设碗筷,倒茶,君不离却拦下了。 她也不说话,就是默默为子晴倒了杯茶水,然后又回到座位上去。 子晴吹着眼帘,隐隐在吐气,只是很快她便轻轻挑眉,朝君不离看去,似审视又似打量。 就是看,不说话,也没有一开视线的打算。 谁知,君不离境也同她一样,挑眉看来,似是挑衅,似审视,不见半分尊重。 随着这对母子的冷战,一时间周到的气氛都冷了三分,一片寂静。 旁边伺候的婢女小丝们,全都屏住了呼吸,更是没人敢说话。 唯有君美月,一边逗着小个公主,一边抬眼朝母子俩看来,轻轻一笑。 子晴随即转过眼睛,而与此同时,君不离也朝她看过来。 有什么好笑的吗? 子晴冷冷问,无疑,两个人的战火无处燃烧,全都转移到了君美月身上。 谁知,君美月却笑道, 开心呐,难得能一家四口坐下来吃顿饭,怎么,你们不开心吗? 这话一出,子晴的表情立马变得严肃起来。 君不离也一样,母子俩借肃然盯着君美月看,都不知道他们这是怎么了。 全场又陷入一片死寂,周遭的下人们全都不自觉屏住了呼吸,就连红衣的一颗心也忍不住扑通扑通乱跳,生怕这对母子干出什么事情来。 只有君美月定力极好,任由他们看着。 然而,就在这剑拔弩张的紧张中,小公主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 怎么了? 子晴急急道,与此同时,君不离已经见不上前,一脸关切。 妹妹怎么了? 她说着要抱,可子晴的手已经伸过来了,一时间母子俩都僵住了。 小公主也不知怎么了,越哭越大声。 妈咪,你看你哄哄,是不是饿了? 君不离一脚急道,这话一出,子晴搭在小公主墙宝上的手微微僵了。 妈咪,她还会叫她妈咪,真好。 一声妈咪,似乎将所有的矛盾和不愉快,全都暂时忘记了。 小公主没有饿,被子晴哄了一会儿,也就没事了。 而子晴和君不离,似乎也没事了。 子晴把小公主交给红衣,亲自为君不离倒茶,也给君北月倒茶。 三人之间,除了话少了一些,气氛还是不错的。 子晴没有主动问起李飞什么,君不离也没有主动提,更多的是和君北月聊南兆的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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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